Hello,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是趙焦 10月27日發生了一宗戲劇性的新聞 這宗好笑的 就是學生動員的鍾翰林 他本來8時想尋求美國政府庇護 誰知就被國安部捕捉了 而最戲劇性的就是有四個學生動員成員 在下午再入美國領事館 結果是被人趕出來 而當日下午這四個人 原來其中有一個是有美國公民的身份 但也是被人趕出來 為何連美國的公民都得不到幫助呢 其實以往是有些反共的人士 他們去到美國是尋求幫助的 而中國有一個自稱維權人士的人叫胡佳 他透露今次香港的抗爭者 是難同以往的相提並論 為甚麼呢? 我們稍後會詳細解釋一下 而鍾翰林的事件發生了之後 有個17歲的學生 就走去抗議 我們稍後也會說一下這件事 另外還有一件事就是台灣 就是一宗花生的新聞 台灣藝人吳宗憲 他就在網上說 他打完政府的疫苗之後 感覺不舒服 他說完這件事之後 居然是得到高度的重視 台灣官方那邊居然炮軍 我們稍後也會分析一下這件事 在開始之前 請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留言給我聽你對這段影片有甚麼看法 最重要是廣傳我的影片出去 令更多正常人聽到我們的聲音 我們說一下這個鍾翰林的事件 當日有四名學生動員的人士 是進入了領事館 其中有一個是姓王 他在美國加州姓何西出生 當日他在領事館的時候 有公民事務的官員跟他聊天 了解了他的情況之後 他的回應居然是說 他們是做不到任何事情的 他們是得不到任何的保護 只是留下他們的聯絡電話之後 就叫他們離開了 那領事館為何說幫助不了他呢 因為他就是說 他們是不可以在香港尋求庇護的 如果要幫助他們的 就要去到美國的境內 才可以幫助他們的 其實這個是好笑的 他就是因為去不了美國 如果他去到他也去了 因為其實他們有幾個人 都已經被警方下案控告了 這樣回收了旅遊證件和限制出境 那為何這個王同學去領事館呢 就是說他自己是前線抗爭者 本來他有一個律師 但律師又跳了吵 他就擔心自己得不到公正的審判 所以要尋求幫助 但美國也說得很清楚 就說 你是要去到美國才可以尋求幫助 但其實他已經被人沒收了旅遊證件 那其實美國說的話 只是玩他而已 剛才我們說到有一個叫胡佳的人 他接受傳媒訪問的時候就說 以往如果不是在美國境內 在其他地方的領事館裡 都得到美國政治庇護的只有兩個人 第一個就叫方麗芝 他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副校長 在當年1989年六四的時候 他是走到美國駐華大使的領事館 尋求政治庇護的 而另一個就叫陳剛誠 陳剛誠是反對中國強制墮胎的 他在2012年的時候 就去到美國駐華大使館 尋求政治庇護的 而陳剛誠這個個案 是由當時美國駐華大使諾家輝 上達到國務卿希拉里 之後再請示奧巴馬 之後他們兩國就進行高層的談判 而今次為何胡佳說 香港的抗爭者 是不可以跟以往的例子相提備論呢 因為當時中美的關係仍然很良好 再加上天時地利人和 所以陳剛誠就可以和他的家人離開中國 即是說原來其實最重要都是關係良好 如果兩個國家的關係好 所有事情都可以談判 而且如果兩個國家的關係不好 當然就沒辦法談判 所以現在香港那幫抗爭者 很笨的就是 他們經常以為 去美國那裏 美國可以幫助他們 其實美國越說話 他只是越危險 因為其實是很簡單的道理而已 你去找敵人的敵人 那你不是敵人 那你一定是找朋友 你才可以做到朋友的嘛 那明明現在美國和中國的關係是這樣 美國他越說多一句話 你只會是越衰得快的 就像那時的十二門徒一樣 就是以為 港民主派來幫助 港民主派來幫助 對 找一些反對派 結果華春瑩就說他們的情況嚴重 所以其實他們現在還未識醒 你越穩美國 或者越穩一些 和人對著幹的人 你越害了自己 剛才那兩個就是沒有美國公民的身份 而黃同學是有美國公民的身份的 是的 他是美國出生的 然後香港長大的 但是美國領事本也不對他提出幫助 是的 胡佳也有透露過 他說如果黃同學是美國公民的話 其實做法更簡單一點 美國是可以核實他的公民身份的 如果核實到他是美國公民的身份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幫助他的 幫助他 例如可以跟他和香港政府溝通 或者看看有什麼行政上可以幫助他 但是其實黃同學要求的不是這樣 黃同學他現在要求的是 美國可以幫他送他回美國 嗯 包機送他回去是不是 只是一架飛機載他一個 包機就不知道 但是他是想要求美國送他回美國 而鍾漢林在這件事上 是讓警方搜到他有七十萬的 嗯 一個十九歲的年輕人 沒有任何職業的 沒有任何收入的 但是他可以有七十萬的現金 在戶口裡面 所以我就說反中是有市場的 反中是一門生意的 其實是生意的 因為他們只要打反中這個旗號的話 他們就可以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去賺到錢 包括可能是眾籌 然後可能是賣東西 吃下人血饅頭 所以其實反中這件事在香港 其實是一門生意 還是很賺錢的生意 612基金也有不少錢 然後這個鍾漢林又不是出名的年輕人 都不算很出名 都可以賺到七十萬 夠比首期的 所以其實在香港 反中是一個很好賺的生意 只要你肯出賣自己的國家 出賣自己的人性和良心的話 基本上你一定會賺到錢 但是都要黎智英幫助他們 如果不是肥佬黎的傳媒 使得他們能夠撻撻 他們都不會去相信這件事 然後肯捐錢出去 他們經常說我們這邊的陣營 全部都是收錢的 但是其實他們那邊真的 全部都是收錢的 所以其實變相我覺得 他們正在做什麼 所以才會想別人這樣的做法 如果你沒有收錢的話 你怎會覺得別人是收錢 而鍾漢林被捉了的時候 有一個17歲的 號稱為第二代美國隊長 他跑去中區警署外面 升回鍾漢林 之後當然是被捕 他當日跟那個午餐仔 那個有一點點低低的那個 那個是低的 有白卡的 對 他真的是低的 去到中區警署的時候 就有港獨的標語 寫著民族志強 香港獨立 還要高叫 說香港獨立唯一出路 最後還是被警方 用煽動意圖罪 把他拘捕 其實國安法都已經有了 都說明其實是不可以做這些事情的 港獨不是一個政治議題來的 港獨在香港來說是不容許的 譬如在美國來說 你可以叫什麼都可以 你叫特朗普下台都可以 是的 但是你不可以叫利益 你也不可以分裂美國其他的州份 其實因為國家的主權 和國家一定是最不容許去分裂的 但其實很好笑 他就說他之前有說過港獨 但是也沒有被警方控告他國安法 所以他這次又要專門說一次 他是要視底線 其實他的矛盾位就是在這裡 既然你也知道你曾經說過 都沒有被人控告國安法的話 那就是其實已經體現了有言論自由 為什麼你們還常說沒有言論自由呢 所以其實這個是最大的矛盾位 還有言論自由 我覺得大家都要想一想定義是什麼 言論自由不是大了 如果言論自由是大了的話 就不會有誹謗 就不會有誹謗 就是因為有些事情 又不會有勒索恐嚇 沒錯 就是這樣說的 那有什麼問題呢 如果你覺得言論自由是大了的話 就是有些事情是不可以凌駕言論自由的 有些事情是需要被限制的 譬如這個港獨 這個是不容許的 所以其實他有講港獨的話 就算是警方 他用國安法控告你 都是依法辦事 都是依法辦事 就是告你就是 告你就是道理 不告你就是人情 就好像你過馬路 你說我每次充紅燈都沒有人拘捕我 沒有人告我 所以充紅燈就是沒事的 是合法的 我還專門充給你看 這個結論就應該是不對 就是你充紅燈沒有人拘捕你 是你很幸運的 或者給你一次機會 但是如果別人拘捕你的時候 你就不能吵 所以是邏輯上有問題的 所以我為了他跟午餐仔 都是一樣的 都是有白卡 都是有白卡 還有他很矛盾 經常說香港霸權 既然你說香港霸權 說到國安法那麼恐怖 他親身表現了其實香港很自由 是啊 他親身自己體驗了 還有他說到這麼恐怖的話 他自己之前都沒有被恐怖過 是啊 所以其實根本就非常自由 是 但是在另一個地方 好像不是真的在你想像之中那麼自由 是啊 你看花邊的新聞 台灣的藝人吳宗憲 他就在網上說了 說打了政府疫苗之後 就不舒服 有些不舒服 居然其實這些是很小事 你好像香港什麼杜汶澤 還有那個什麼阮民安 這些 每天都在這裡 亂說廿四 但是不會有人理他 但是居然台灣的官方去回應他 是啊 其實是很平常的 你打完疫苗不舒服 就像你玩Facebook那樣 你有時貼一下你的生活東西 有什麼奇怪的事情 但是竟然惹來官方質疑他 拗坑他 是啊 台灣官方那邊衛生福利部 疾病本制處副處長 張仁祥 就說 民眾如果接種疫苗不舒服 就應該看醫生 就不是上網貼文的 好小學雞啊 真的 其實不用這麼玻璃心呢 所以其實正正體現了 台灣的政府 即是流氓政府 一向都是流氓政府 是的 你一個有氣量的政府 是不會理會人家說什麼的 是的 不會跟他跟跟計較的 台灣政府 真的很流氓 之前陳同佳的事件都說過 他是為了去政治的利益 他連人命都不顧 現在呢 在小學雞道 連人家說話 他都要炮軍人 其實很少事 在網上出個文章 有什麼這麼出奇的 說不舒服的 我想他們可能聯想到 不知其他什麼 影響政府威信 那些諸如此類的事情 所以其實這個地方 他們的朋友 經常在吹捧 那個地方很好很好 其實所有的問題 你不看回香港 其實你香港 享受到的自由度 更加大 是的 你起碼在香港 那些黃絲廢喉的藝人 說些什麼 政府不會回應他 因為政府是一個 有氣度和一個大台 不會回應你的阿豬阿狗 就算你有名氣也好 不會跟你這麼計家 不會這麼小學 當然不是流民 正正台灣政府就是這麼流民 是的 台灣政府一向都是一個 流民政府 然後也是沒有法治的地方 你想想他們 可以說派一個警務人員 來香港執法 去抓陳同佳 也有 全世界哪有一個國家 可以這樣做的 還有那五個失蹤的人 可以不公佈 不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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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個政府做事 其實不是這樣 還有你經常說 中國沒有透明度 台灣你還沒有透明度 完全沒有 是的 你試想想一下 其實如果香港有一個藝人 說打完政府疫苗 不舒服 你覺得政府會不會有人說話 沒有人理會他 說真的 在香港 你連分享一些謠言 都沒有問題 是的 滿天飛 然後你可以隨便分享 而且不需要證據 不需要道理 只要有很多人去支持你 這樣就可以了 是的 只要一個謊言 你說十次就是真話 是的 那些人就在留言 在新聞下留言 原來台灣 是這麼沒有言論自由的 這樣 其實他又不是沒有言論自由的 跟香港一樣 其實都有言論自由的 就像香港那樣 整天有些人說 香港沒有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被打壓 其實都沒有打壓你 只不過是反擊你 或者批評你 你就說沒有言論自由 其實香港政府 基本上不會有任何 打壓言論自由的事情 除非是你犯了法 以往沒有國安法 你當然可以宣傳港獨 現在當然不行 但這不是言論自由的 是保護範圍 好了 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以及記得廣傳我的影片出去 令更多人聽到正常人的聲音 下次再見 拜拜